这个球踢得是又高又远啊 斯特林 他带球狂奔八百余力啊 试图直塞 菲特打一脚 菲莱尼直接长传 球在迭格克斯塔脚下 古斯克茨 以瓜音轻小的传球 防守漂亮太及时了 维拉蒂 迭格克斯塔 他知道自己这球传得不好 这球传球的力道不够 让对手很轻易地就接到了球 果断解围化解险情 会是个接外球 威廉 球在迭格克斯塔脚下 迭格克斯塔将球传到边路 登贝莱 登贝莱 漂亮的直塞球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登贝莱 及时的解围 他们能形成反击吗 阿尔巴 送出直C 苏索 跑向了传球的落点 阿尔巴 向外找到侧翼 球打到中路 干净的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已经有人在准备抢点了 费莱尼 排除了险情 威纳迪亚 郭阿腾 他成功地阻止了 对方的进攻 好机会 一记低传 他们成功地把球破坏了 漂亮的直贼球 他会射门吗 赢射门 关键时刻上演精彩出救 阿尔巴 打一角 反应很灵敏 他界围成功 阿尔巴 坎特 费莱尼 斯特莲 漂亮的抢断 莫德雷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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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索 财队看了一眼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伯尔图的球员 回到庚仪市 可能会研究 如何加强进攻 从比分上 可以看出双方的谨慎 两队都没能改写比分 你对上半场的 45分钟有何看法 我觉得虽然比分没有改变 但是比赛的整体过程 仍然是很多亮点 显然开局时的 这个进攻非常有威胁 如果不是运气稍差一点的话 完全有机会进球 或者说进球 可能都留给下半场 45分钟后 仍然没有进球 也许中场休息之后 会有所改变 不知不觉的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上半场双方都未能取得进球 现在比赛将继续 威廉将球破坏掉 转身向后传球 斯特莲将球塞过去 能否把握住机会 门将没能控制住 要不是后卫反应及时 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阿尔巴 试图直塞 苏索 跑向了传球的落点 登贝来 球来到了侧椅 边才并没有举起 苏索将球传到禁区里 最后一道防线了 有惊无险 想要穿透防线 传球 他是不会青年失败的人 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及时地破坏了 在右边路打得不错 能否制造出杀鸡呢 他还在继续带球 有机会吗 贝来尼 球在迭格格斯塔脚下 球失去控制了 看谁先抢到 莫德里奇 试图快速发动进攻 维拉底 迭格格斯塔 他甩开了对手 布斯克茨 出现得很及时 太有必要了 伊瓜因 想要调过对方头顶 会转眼守门员 重新组织一下 解围到了安全地带 坎特 球在伊瓜因脚下 斯特林 把握传球的直击 投球 维拉底 把球破坏 二八 把球抢了回来 苏索 巧妙地传球 起球 后卫正好轻走了皮球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斯特林 莫德里奇 试图直塞 穿透了防线 他拿到了球 也有足够的空间 他能起脚吧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 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 球就像是粘在他脚下一样 登北来 干净的结尾 看谁能得到皮球 这会儿就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 好好拿住球 莫德里奇 直接传到前掌 有机会打反击 迭格科斯塔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球越过了边线 接外球 打 clubs inex易 他的东西 执天 执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势均力敌 控球率是关键 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 韦拉蒂 射门 这会儿就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 好好拿住球 能起脚吗 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 完全凭直觉将球扑住 确实难度不小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 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 比赛结束了 0比0看起来还算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比赛基本看不到精彩的个人表演 看不到精妙的配合 完全没有侵略性 哎呀 防守队员基本上是躺着防守的嘛 最终两队颗粒无收 得高望重的苗知道 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 我想他们今天是真正遇到对手了 这场较量中